Hello,大家好,我是Anson Lo,盧漢廷 我今次在《假冒女團》裡面飾演雷子晶這個角色 今次拍完《假冒女團》之後 其實是令我對演戲更加有興趣 其實我之前在年頭 我自己也有許下一個目標跟自己說 2021年我自己很想在演戲方面發展 無論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今次終於很有幸 可以參與到人生第一部電影 令我自己更加確立自己 原來真的很喜歡演戲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 可以讓我有不同演戲的機會 我自己是任何角色都想試的 無論是奸角都可以很想試 亦是不同的角色性格都好 首先介紹的是Chloe 她飾演的是夏日葵 Chloe給我感覺是一個很斯文的人 其實之前我在拍這部電影之前已經認識她 因為我們大家一起上過彭秀慧老師的戲劇課 上了一期 那時候已經覺得她是一個很斯文 也是一個很細心的女生 那今次經過了拍這部電影之後 就發覺原來她除了斯文細心之外 也有另一面 其實她也很喜歡玩 她是一個很hyper的人 很多時候她很喜歡自嘲 她也很喜歡笑我們一些小動作 這個是我以前沒有見過Chloe的一面的人 下一位的演員 她就叫陳子瑄 她在裡面飾演圓圈的 圓圈給我一個感覺 或者紫瑄 是一個很sweet的女生 也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女生 其實我看著紫瑄就好像 看著有時很緊張的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我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可能其他工作的人員 都第一次見面 其實自己都會有一個很忐忌不安的感覺 可能因為是新的環境 所以很多時候我和紫瑄的相處都是很有禮 HELLO 你好 她又會很有禮貌跟我說HELLO ANSON 大家有一種感覺是 好像一起作為新人 好像大家都很明白大家為什麼這麼緊張 所以這次見到紫瑄一個很感性的一面 而且她都很認真對待她的劇本 這件事是我在紫瑄身上學到很多 下一位就是HEID 她飾演八百合 這次是我第一次真人見到HEID 其實我和HEID都談了很多 一些關於組合上的一些事件 因為HEID都是來自他的組合 Supergirls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是以一個 後輩的身份去問HEID 究竟組合應該要怎樣去 我們對內之間去繼續走遠一點 很多時候HEID都給了很多關於組合的經驗去教我 還有第一次見到HEID 我經常覺得她是一個有點高冷型的前輩 但熟悉了之後就發現HEID是超級玩得 還有超級nice的一個前輩 所以和HEID的相處都是超級舒服的 下一位就是Alina 她飾演的叫圓盈 Alina其實已經認識了一段日子 但其實我在工作上很少和Alina接觸 所以這次是第一次和Alina去工作上的碰面 這次其實更加意識到Alina對演戲的執著 以及她的堅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off camera 我們經常都去討論 究竟我們角色上有什麼微細的位置可以加 也有什麼微細的位置去調整 很多時候Alina都是和我一起討論演戲中的技巧 她都給了很多關於她對雷子經這個角色的看法 她都和我說的